大家好 欢迎来到港股新股认构学堂 今天进入港股新股认构基础课程的最后一个主题 香港新股有什么规律 哪些新股容易跌穿招股价 还有在什么时候卖才最适合呢 今天我们将第一部分 就是说历史的热满新股板块和大家讲一讲 我们先讲一个例子 我们先讲一个朋友的新股认构经历 2014年他第一次新股认构 第一只新股是中广核电力 当时的中签率比起现在高 好像中了三手 就是一万多元的市值 赚了三千元 第二只新股投资了一只叫东南亚的 做墓地公司叫富贵生命 亦中了好几手 将之前赚的三千元就虚了 其实做笨状也不太差 不知为什么跌了不少 而是因为当时新股认构又不太专业 加上是一个盲打 但2015年有些印象 2015年有过一阵牛市 当时有几个在国内的劝商 去到香港进行招股 印象最深的就是广发和华泰政券 广发上市的时候 牛市就刚刚开始 当时这位朋友手上没钱 做不到一个月早的认构 如果广发做月早 之后跟人交流过的话 平均也可以赚到十几万 可以说是所有新股最热门的那堆 就是最撑战的 因为2015年 做新股认构的人也不太多 很多股票只有两三千人做认构 认构人数超过一万的新股也不太多 那个时候也比较流行 认构市值小的股票 记得2016年到一千年左右 这位朋友中了一只叫商运股份的新股 当时认构了十手 中了两手 但他中了签后也没有留意到 好像是到上市的第二天才发现 之后就很快要将它卖了 赚了一万多元 上市前两天分别是升了五成 和六成九 就是说当时市值小的新股 是炒得非常疯狂的 去到2017年 香港很多的小建筑公司 就在香港上市 当时有一些劝商和庄家做一些配合 炒得比较劲 很多公司一上市就大升 也就是在2017年 一些内地互联网公司 例如粤民集团 众安保险 大概在10月份 先后在香港做上市 2018年有很多内地互联网公司 在香港先后进行招股 例如平安好医生 小米 美团等等 平安好医生早一点 在2018年四五月左右 还有影客、聂拼、同情艺龙、 宝宝树和猫眼娱乐等等 大平安好医生 就开了一个不太好的头 高开低走 之后还有一些互联网公司 上市表现也是一般的 这波互联网上市潮 甚至是持续到现在 例如有京东健康和快手等等 可以看到香港在这个市场 非常好 孖展没有门栏 亏损都能够来到香港做上市 同样在2018年 还有很多文办教育机构 来到香港做上市 当时文办教育股 令到新股认救的朋友 赚了不少钱 之前提过 2018年港交所推出了 一系列的改革影响深远 主要有三点 第一是找一些同股不同权的公司 来到香港做上市 小米美团之所以能够上市 主要是因为这个规则生效了 第二点是允许一些未有收入的 生物科技公司上市 当年有四五间的生物科技公司 在香港做招股 第三点是允许一些 在美国已经上市的中概股 来到香港做快速上市 不用排队 直接做插队 最快的就是网易 一个月都不用就上市了 2019年有越来越多的生物科技公司 受惠于港交所的18张A上市规则 纷纷来到香港做融资上市 其中就有之前所提到的康熙乐生物 生物科技公司 2019年和2020年都帮大家赚了很多钱 这里唯一不受惠于港交所 三类新政的就是物业股 物管股的升浪 其实是内地监管机构的所置 因为A股不允许地产公司 做一个融资 发债也是不给的 前两年有很多地产公司发美元债 2019年生物科技和物业管理板块大丰收 到了2020年下半年 物业和生物科技板块开始走下波 2020年以斯摩尔、普普玛特和明元云为代表的 大消费加新经济 在二级市场上更受到资金追捧 新股的表现也是受到二级市场所影响 今年恒指向下调整得比较多 新股整体的表现也是一般的 热满潮叫做一阵一阵 这个时候趁热就可以上市 但市场也一直在变 玩法也要随之而改变 很多规律放到现在已经失效了 本堂所说的就是热满股 下一堂我们再说冷满股 感谢观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